大的都不增下了 没人了 我今天眼泪水都呸出来了 到都到了一车了 去一步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 是想记录一下忙完的一天 8月26 今天金山总拿我两千块钱 人业额才四百 还差一千我才会办 从七十多 降到四十多 海鲜行业凉了 从原来吃不起 到现在没有人敢吃 这两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对于餐品业来说 公平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整个产业链 从卖海鲜到买海鲜 在家吃海鲜 整个都受到了影响 现在还有很多做生意海鲜的老板 也想着说是慢慢去转行了 这个是一个趋势 纵观三年的疫情 还有现在的污水 就排放 无疑是让很多普通行业的商家 铁上加酸 今天卖海鲜的直播间遭老罪了 真的是难为了这些靠海吃饭的人 这波舆论这波风起的太猛了 昨天先是卖海鲜的直播间 火得一塌糊涂 但日狂卖了两千多万的营业额 真的干电商干了这么久 没见过这么恐怖的销量增长 而今天干海鲜的直播间都被攻占了 那些网民都在无脑的带节奏 苦了这帮渔民 苦了这波卖海鲜的直播重业人员 真的是无望自在 海鲜相关的产业估计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今天很多广州的Omakase日料餐厅都歇业了 或者没什么生意 你说日料店接下来会不会大批量倒闭 可能会哦 以国人的调性 这两天的海盐都被他们抢成这个样子 专家都还得出来辟谣 那么海鲜你再让他们去吃 估计不太科学 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子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说这个事情 接下来如果没什么转机的话 估计海鲜相关这个产业会很难受 这一家日料店没法干了 直接倒闭了 更可气的是 这一大片靠着海生存的都不好过 正好赶上快续租了 出了这么挡的事 本来生意干得好好的 老板实属无奈 只能先撤店了 今天叫狗哥过来 把这些设备能收的收 能卖的卖 今天26号 这两天说海鲜没有影响是假的 正常的星期五星期六 能卖三四十锅 这两天明显捡了三分之一 好多人问我 这个是不是从日本进的 其实之前我就说过 一百多块钱 哪有进口的 都是连银港的 最近的话 几天的话 这个日本排 核污染水的话 到大海里的话 其实对各行各业的话 影响还是挺大的 特别是这个海鲜市场 可以说是非常惨淡的 可能有很多人的话 近期的失业 但是对我们这个饭店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有损失的 因为现在客人进来的话 基本上都不怎么吃海鲜的 也不点海鲜的 海鲜这块的话 对酒店这个整个营额来讲的话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海鲜去掉以后的话 最多的话也是有家常菜 包括一些土菜的 所以说土菜跟家常菜 这块利润的话是非常淡薄的 所以说以后 饭店想要去赚大钱 或者怎么样的话 确实是挺难的了 说实话 本来以前我们一天的话 要采购将近一万多块钱海鲜 但是最近的话这几天的话 可能只采购一千块钱左右的海鲜 还怕这一千块钱的海鲜 采购回来以后还卖不掉 所以说是非常困扰的 8月24日 日本搞的海洋污染 也就是昨天 从今天开始 8月25号 海鱼 大家都不敢吃了 这么多的海鱼 垃圾喂猪 人家还咸 猪吃了以后 猪肉不好卖 这么好的海鱼 全部当垃圾扔了 浪费啊 鱼 飞成山了 像一座山一样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